設定透明背景 Photowork可以製作出許多的畫布檔 那這種所謂的畫布檔 就是一個一個的範本檔案 那這些範本檔案可以分別的 再把它應用到其他的新建專案去 首先我們先 建立一個精確尺寸 寬度5公分高度3公分的一個檔案 接著我們新增一段文字進去 文字輸入完成之後 我們利用編輯形狀的功能 來做進一步的調整 調整完成之後 接下來我們在 背景這個地方選擇沒有 那我們可以發現 他的背景呢 已經變成了這種 我們平常所常見到的這種 透明圖示 那也就是說 現在呢他的背景 已經是透明狀態了 那這樣子就可以完成一個 透明背景的一個設定